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并且已经多次就此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的立场 美方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 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必将严重的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形象 中国的企业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 在国际化经营中严格地遵守住在国的法律法规 美方应该停止滥用国家力量 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来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美方一些政客 美恶意攻击抹黑中国共产党一次 中国人民就更加团结 更加爱国 更加忠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越是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打压迫害中国共产党员 只能越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 十四亿中国人民为敌 这个所谓的文章它只是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但是它通篇 它的全篇没有拿出任何的真凭实据 它只是继续重复着它的谎言和谣言 对中国的洁净污蔑和抹黑之能事 大肆地渲染中国威胁 我想这个可谓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一段时间以来 炮制的又一篇谎言的大杂烩而已 我们希望美方的一些政客能够尊重事实 停止制假 犯假 停止炮制和散步政治病毒和政治谎言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中美的互信与合作 否则只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信誉和美国的国家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